我認識一個女生啊 她是因為她自己失戀了 工作是要考車子嘛 因為她是做業務 要跑很多地方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她就是自己不開心 然後不認真工作 然後飛出國啊 然後又買一大堆東西 後面就沒有錢 去付她的那個車帶 那車子被拿走 實在他們說 什麼現在那個工作這樣子啊 沒有工作 然後什麼沒有車子啊 然後像說你活該啊 好可憐耶 因為自己自己都是已經 已經就是不是小女生嘛 那那種事情不能開玩笑 那你車帶不交不出來的話 你的車就拿走 那你之後買得到方式嘛 你的那個信心又已經沒有了 你信心不好或是什麼的 你至少要懂得開口 或是如果真的有問題 就這樣子不能讓自己的生活 就是因為這些事情真的搞砸了 小鐘哥好像也碰過 有一個女朋友是這樣子 我遇過一個女生 就是很愛買衣服 但是她已經買到 都已經沒錢了 就是她房租都還要我幫她付 真的假的 但是她還是要買衣服 那我就覺得 對她自己的個性 對她的個性就是很不了解 好像對自己 金錢觀 太不負責了 你怎麼可能會 跟這樣的女生在一起 尤其你是客家人 我跟你講 當她看到她 繳不出房租的時候 你就真的錢就會給她了 真的